2016年有很多難以想像的事情 但當這些事過去了 慢慢自己接受了之後 其實都覺得這些經歷 令到我的人生更加多姿多財 別人未必可以經歷到 贏一次奧運、輸一次奧運 但我就可以經歷到 體育精神其實是要有權勢 還有做到最好 其實不單是自己一個人 是可以團結一心去爭取奧運獎牌 體院經過馬會的一筆之助 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們整個體院都擴建了 我們有一個更加舒適的環境去睡覺 還有有更多的設施 可以讓我們去訓練 真是一個家企 體院和教練的支援 香港可能是很小的 但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團體去比賽 令到我有機會成功 賽馬會優秀運動營獎勵計劃 是給予我們一個很大的鼓勵 獎牌只是其中一個對我們的一個獎勵 這個獎勵計劃是外界給予我們另一個肯定 還有它可以令到我們將來的生活 真的會少了一重擔憂 訓練也需要有些東西去調整一下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聽歌 還有我有一種聽歌勢 很喜歡聽農夫的歌 因為他們作很多歌 都不僅只有感情 還有很多關於這個社會 超級喜歡的歌 和平洋和女性的同仁 有一個項目的餘土 都不僅往的一般 感谢观看